父子普广 父子普广 释迦牟尼佛在跟普广菩萨讲一讲 说是若未来世中 未来世的时候 严福提四大步骤中之北巨卢州的人生在树下 女人生小孩子很容易的 一点也不痛苦 就好像鸡下蛋似的 一下就吓出来了 不像南严福提的女人生小孩那么痛苦 而东圣神州和犀牛鹤州 根本不注重生产 很少很少生育 因为那里的人淫欲心比较少 育念少 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子女 唯独南严福提的众生 愿意多多益善 生得愈多愈好 并且生的时候 女人非常痛苦 所以现在单单讲南严福提 沙利 是印度的王种 是贵族 婆罗门 婆罗门也是贵族 他叫静义 就是清静的一种种族 长者 长者就是大富长者与居士 长者 居士是有钱而没有入位的 他不是做官的 是富而不贵 而婆罗门 沙利则是贵 也可以说是富 一切人等 一切所有的人等 极异性种族 和其他外国人 无论哪一个国家 都包括在内 指的是不同的种族 有新产者 或男或女 新生产的小孩子 有的横生倒养 横生 横着生出来 这是很难生产的 倒养 倒的生出来 这也很不容易生的 还有一种情形 这种情形的小孩 也很不容易生出来 它是一条腿先生出来 还有一种生小孩 连母亲的肠子都生出来 这叫盘肠 有种种不容易生的情形 但是这个生产 不论怎样难产 无论或男或女 七日之中 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 在没生产前 早早在七天以前 就为他念 这部不可思议的地藏经 更为念菩萨名 可满万遍 帮他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字 念一万遍 是新生子 这个新生的小孩子 或男或女 不论是男的是女的 素有殃报 他前生有罪业 有这个恶的果报 便得解脱 便得到解决 解脱了 没有问题 安乐一养 又安乐 又容易养大 寿命增长 他的寿命也会延长 若是成福生者 假设他没有罪 由福报而生的 转增安乐 更增加他的安乐 给予寿命 并且他的寿命更加长了 所以 人的苦乐都没有一定 人的寿命也没有一定 有的人 算命的说他活到三十岁 而他到四十岁没有死 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人的寿命是活动的 不是死板板的 你做好事 寿命就延长 你做坏事 寿命就短一点 所以一切事都是 没有一定的 好像这个 本来是他有罪业 生来要受很多痛苦 但因为帮他念地藏经 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字 他的痛苦就没有了 他就会安乐一养 很容易就养大了 寿命也增加 有这个道理 你可以推知 人生一切都不是一定的 就看你怎么去做去 去座价 帮你帮他 江湖 接下 Lord 豪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